音樂音樂 要練習一下 所以看一下範例一吧 範例一這邊 他給我A下量給我B下量 他問你A和B的外積 好那就是讓你練習一下 他有講外積 那就是有一個固定的公式算法 所以你就把那個寫法寫上去了 好所以 那我們講一下 大多數同學他們 你們的寫法會是用這樣方式 210、210寫兩次 再120、120寫兩次 再斬頭去尾 中間這裡打一個X抄上去 第二次再打一個X抄上去 第三次再打一個X再抄上去 好 這叫做中規中矩 應該是不會寫錯 除非你在抄的時候就抄錯 那你就沒救了 我也沒辦法 你就去抄一下大背奏好了 對啊 有的時候有同學那種考完事 就跟我說 老師我抄錯了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對 你自己要練習抄 就是以前小時候 你們成績太優秀 很少抄課文 大概有這個原因 蛤 我抄長抄課文 那應該是上課不乖吧 龍門國中的嗎 龍門國中 我聽說那個家政老師 也會叫你們抄東西 抄東西 家政啊 不是要把那個什麼菜單 那個什麼煮菜的那個什麼材料 要抄十遍 我之前有聽過一個學生跟我講 還是不同的老師 就是 炒菜的時候太吵 好 那 那但是我要講 我先講 你如果為了要寫出正確的方法 你這樣子寫我沒有意見 但是如果你是要用一個比較健康的想法 去想這個問題 我給你一個建議 因為你也知道我是為了物理 所以你A close B就是在講 前面這是一個什麼利弊 後面這是一個什麼 力量 這是已經被制定好了 這個模型就是物理講的嘛 利弊力量嘛 那我就利弊力量 所以叫A close B 如果等一下寫B close A 就是B才是利弊 A就是力量 你是轉換對象而已 好那等一下再講它 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想法 反正你的旋轉性 你就知道 你今天的I方向的旋轉 一定是由 我 J分量配合你的K分量 跟我的K分量配合你的J分量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去想也可以寫出來 所以我不一定要寫這個紀錄方式 我可以用我自己想的 也就是畫那個格子圖 這樣有沒有很厲害 有啊 只是很慢而已啊 可是你做個兩次 你就會覺得自己還蠻強的 但是強過就好 不用以後都這樣 所以你就寫這個就好 好那這個答案馬上就出來了 叫做多少 Lima Lima 3 好算好了 好但下一題我不算 因為下一題我們可以知道 以物理的現象來看 你把力弊跟力量的方向給我對調 產生的旋轉 力矩不會變 但是旋轉方向會剛好怎樣 相反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它就是負的A close B 因為A close B是一個向量 那你跟我剛好產生反向的旋轉 那用右手定則去記錄 就是上下顛倒而已 所以加個符號 所以我答案也出來了 叫做00-3 好那第三題它說 所夾出來的瓶頸四邊形面積 因為我有現成的外積結果 那我們就不用客氣 取長度就好 0平加0平加3平 答案出來也是3 但是我們也可以來想想看 我們以前的公式不能算嗎 A長度平方乘上B長度平方 減掉A close B close 好那 第一個長度是根號5 乘根號5平 減掉內積出來好像是 210 close 102 是4 好所以25減掉16也是根號9 好答案也是一樣 所以按照我們以前的公式去算 其實也不會錯 今天會取 外積之後的長度是因為早就算了 那就不用浪費啊 就直接拿來用後看 順便對應看看有沒有錯 好所以第一題就是練習一下外積 好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好到第二題 好開始 大家自己寫吧 你要用什麼方法 來算這一題 按照 可以按照 我覺得不服積 改善 比推特 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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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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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